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一些有才华的人可能在你身边的人可能不接纳你 我也有这种遭遇就是我去了教会他们把门关起来不让我进去 然后还说因为我说我可以看见神跟神说话 他们就说我看见的是魔鬼 所以要是你是很有才华的人 然后身边的人都不尊重你 你也可以知道说耶稣也是不被尊重的 你看许丽丝告法医都是很有才华的人 就是比这些官方还有才华 这些官方反而到处就是针对他们 就是还在整他们就是了 所以这也是耶稣安慰我的话 我说为什么这些就是对我英文说很入 就是态度很差 这里的人真的我在想说他们这样子可以吗 就是就是不礼貌很 哎我的天啊 反正世界上就很多这些人就是 你看天使还跟我学生显现说 你不要去有一些教会 因为他们爱传谣言会重伤你 还有牧师也说你们家里的人也 对你不太客气你也要小心一点就是 所以我是要跟大家讲说 你身边可能有很多 很多人是不太礼貌的 连耶稣都要承受这些人 那些人还说耶稣是被鬼附啊什么 就说很多难听的话 现在的人很多人是就是乱说话重伤别人 所以我就会思想神对我说的话 因为神说我还没有出世来 神就捐行我 然后有牧师也跟我讲说 神给你以示贴皇后的告诺 以示贴皇后就是叫拯救那些 被oppress的人被压制的人吗 像尼西米他在建墙 那些人也跑来跟他讲说 你建的墙 那个小狐狸跳上去就倒了 那些人就在那里笑 但是他就专心做他要做的事嘛 所以你看许律善高法医要专心做 神护照你们做的事 我也是 感谢神现在来祷告 神啊我们周围可能很多人在敌对我们 但是神你是帮助我们的 神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你给我们都有我们的护照 但是也求你派一些人来我们身边 帮助我们 还有派一些天使 帮助我们 感谢神赞美神 愿荣耀归给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